好 這個郭台銘董事長 他今天是在臉書發布了 他是已經退選了 但是昨天晚上 有一個很戲劇化的這個螢幕 那螢幕就是 破局了之後 柯文哲又夜奔郭董家 所以傳言又四起 以為說他真的是在最後一刻 郭董願意來跟柯文哲搭檔一戰 結果沒有 沒有 那你該當他去幹嘛 我不曉得他去幹嘛 他們兩個每次都說是聊天 郭董事實上我們所知道的 就是在上禮拜 他基本上就會說他要就是 他支持柯 但是他也沒有要柯郭佩 但是我不曉得他的支持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我上禮拜六的時候 我台中無期的服務處 就是突然間郭董的 在中部的主任 就跑到我的服務處來問我的同仁 我不在 因為我整天都跑來跑去 海線真的很寬廣 結果跟他講說 這邊服務處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需要的這樣子 就是只坐了大概10分鐘 然後問一下狀況就走了 幕僚是打電話跟我講說 郭董的台中服務處的主任 有來我們服務處 不曉得有什麼意思 有沒有什麼事情這樣子 我是沒有回電話 因為當時上禮拜六 我就想說 我只知道他可能應該是不選了 我們所知道的是這樣 上禮拜六 上禮拜六 對 剛剛休息的時候 有問蔡比羅 我說今天早上 柯斃去郭董家幹嘛 他也說他不知道 我猜 他恐怕去 就是招呼一下 昨天晚上侯友宜講的 就是說幫郭董退選 找一個下台階 我覺得這一點 郭董是很火 很懊鬧 但柯斃覺得也有一點對不起 大概忘掉他講過這句話 但是我一定去問他昨天 為什麼要主持成這個樣子 他今天早上恐怕去 就是說道個歉 所以在登記前的時候 又再去 對不對 不過我再補一句句說 郭董你比較四年前 四年前他後來也退場 他這次也退場 他這次付出的成本比較高 而且他表現得比四年前笨 但是四年前他最後的結局 是跟科僻 就擺一兩個部分區 最後高峰安上去了 但是高峰安的上去 對郭董來講 現在四年以後回響 有好有壞 所以郭董就這一點 他也看破了 我就擦兩個部分區又怎麼樣 所以他這一次是心灰意冷 真的看破 所以柯斃有一次不經意的說 等他心情好的時候 我帶他去見侯友宜 這道盡everything對不對 其實前兩天 大陸就是對於郭董的企業 不是郭董的企業 他現在已經不是董事了 對於富士康 侵罰了2萬人民幣 就是台幣大概8點多萬 那個時候 當然就傳出來了一些的訊息 覺得說郭董應該會是實現 他當初猜選的時候 是要整合藍白的 這樣子的一個心願 但是昨天在這個現場上的時候 當侯友宜念出來那一段的時候 您跟郭董也滿熟的 你覺得 不 我不敢講跟他很熟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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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就郭董來講的話 那個剎那間對他來說 我跟郭董認識 我跟他弟弟還算相對的是熟 這個當然4月份 我初選落敗 他有撥電話給我 但是我沒有接到 那我們純粹從事情來談事情 從他送連署書90幾萬份 後來90萬份審查通過 可是後來看他的動作 沒有那麼積極 沒有那麼的積極 其實很多人就心裡在想 他會不會參選 如果說真的要參選的話 因為他應該會到處做一些 新聞性的報導 爭取媒體的曝光 或者是地方上組織 就要開始要去運作 他所用的組織的運作 很多來自於我們國民黨的地方 地方黨的人士 那些人我所了解的都停了 都停了 甚至有人發表一些談話 我想就像如同蔡委員剛才所說的 可能我們沒有去關心到他 上禮拜他就大概已經做決定 至於大陸有沒有給他什麼壓力什麼東西 我不曉得 這個我也不去猜測 但是平安心講的 從國民黨的角度上來看 我們能夠整合 我們對郭台銘先生一直沒有做任何的評論 也不口出惡言 事實上在今年他在國民黨的第一階段的 第一第二階段的初選 他們就他就承認 可是後來會演變成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我希望郭董的支持者乃至於郭董 我們要看清楚 現在的現實狀況是什麼 郭董也講了很多次 包括我們柯文哲柯前市長也講 有60%的人想要下架 大家就要想想看 用什麼方法可以下架 不可能三個人都贏 這現在只有三組候選人了 不可能三組都贏 或者贏兩組 只有一組贏 大家要想想看 這60%的人心裡想的東西 是不是跟你想的東西是一樣的 在這個軍藥飯店的那場會面之中 侯友宜他唸出柯文哲給他的簡訊 然後其中講到說 郭董要退選這一段 是昨天的會談裡面 最戲劇性的一幕 我們再來看一下 高潮 如果Freebie要給郭董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 不然就找一個飯店都可以 他是要找一個理由退選 所以給他面子也是好的 唸出簡訊內容 侯友宜當眾揭露柯文哲 想給郭台銘一個退選的理由 這樣柯侯還能否繼續結盟 登記前一刻 24號上午9點10分 柯文哲坐車 駛進郭台銘住處 直到9點57分 才離開前往中選會 一共停留47分鐘之久 但正當郭台銘的下一步 還是未知數 向國民黨中常委 周孟榮等挺郭耀角 23號晚間直奔 他的住處 判郭台銘參選到底 雖然在藍白之間 郭台銘要在哪邊 已經有夠明顯 但在登記之前都是未定之天 這個侯友宜念出那段這個簡訊 我看到在這個反應 在PTT反應也是兩極化 有一部分人覺得說 侯友宜像個漢子 你終於就不要再被 這個柯文哲耍來耍去了 我們把事情講清楚 講明白 否則之前的時候 曝露出來的簡訊 和談話的這個內容 好像是我侯友宜 求著你要去和 要去談 要請來做tanko 所以這一部分 是一部分這樣的反應 另外一部分覺得說 因為柯文哲回了一個 這是側翼名嘴的作為罵 所以很多人就會罵侯友宜 幹嘛這個樣子什麼的 林超在現場是怎麼樣 我想訪問 如果這是側翼名嘴的作法 那郭台銘前幾天公布 跟侯友所有的談談紀錄 是不是也一樣不行 而且柯文哲 而且這個侯市長 他在唸 我在旁邊就觀察到 他兩次去問柯主席說 你可以嗎 他點頭 因為這個侯市長比較謹慎 他再問了一次 再點一次 他等他 等柯主席 把麥克風打開 有聲音了之後說可以 他才唸 所以基本上問了兩次 又等他開口完 我插一句話 你覺得他問他的時候 兩次點頭 你覺得柯壁那個時候 可以搖頭嗎 所以狀況就是說 他有問過了 問過 唸出來 不能搖頭的 因為重點 重點是他裡面寫了 要公開見面 為什麼 到現場 你要叫人家去小房間 然後你又講說 要給郭台銘董事長 一個台階下 他不選了 所以郭董現場會三條線 就連整個垮掉 後來聯合報拍了一個照片 是柯主席也是現場很懊惱 很落幕的照片 這就是昨天很慘的一個情形 但現在這樣子 大家撕破臉之後 在選戰的這個部分 還能夠合作嗎 民進黨看到那一幕 應該是覺得說 民進黨這勝券在握了 沒有 我們昨天在看 其實民進黨受眾 綠營受眾分兩種 一種就是當然是覺得 最好 最好 你們一直互打最好 但年輕一輩就覺得 每一句都罵得很狠 而且罵人不太張智 郭台銘說 馬英九朱一輪是重量級的 不速之客 然後後來講一講 就直接尿噸跑了 然後跑去 可能喝完咖啡之後很利尿 又跑去上廁所什麼之類 不知道 然後昨天反倒是 黃士修跟林濤兩個 先開始暖場那一趴 是大家想說 什麼事 甚至連計時器都來 認真講黃士修這種作為 我覺得他應該 未來我覺得在政治圈之一塊 沒有人敢用他 你那個計時器放在那邊 然後給他倒數 倒數完之後還收麥克風 然後朱立倫當然知道 他有時候 脾氣有時候死好死壞 昨天瞬間曬人上身這樣 爆炸這樣氣死了 然後直接跟黃士修這樣槓起來 我看這個刺偉看得很高興 年輕輩的人都覺得說 因為我們覺得說這樣子罵一罵去 可是我先講一件事情好不好 這邊都是很厲害的政治家 請問一下 民調數據 數據做了就是死的 對不對 它不會再變動了 認真講 整個當時說藍白河 其實這個數據 早就都有了 它不是小叮噹口袋 當然生一個新的出來的 我就說這兩件事情 怎麼一個好好的談 會談成這樣子 我要講的結論是 你放心把國家交給這兩 國民黨也好或民眾黨嗎 然後才換上這個 藍白河看板的葉原汁 變成是破局最大的苦主 他說不過按照目前情況來看 可能今天就要聯絡調車去處理了 好 這個郭台銘是已經宣布了 然後他退選 而這個獨家的消息是外媒彭博先發布的 我們進行